土瓜華碼頭衝動發生交通意外 一架平治私家車高速猛撼 一架停在路邊的的士車尾 兩架車頓時打八甲轉 平治私家車的左邊車頭 以及的士車尾都嚴重損毀 平治司機在意外後逃離現場 事發在星期四的凌晨3時多 有途羊立即用電話拍下過程 拍下了平治司機的容貌 並且將相片交給警方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的士司機報稱不惜被送院致離